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际的PPT也只有这一张 为什么今天的任务会这么少 是因为我想和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样一个的IP报文 其实在思科网络工程师的认证体系之中 NA和NP的最大区别在于两点 第一点在于NP会讲述一些很有用 但是NP里面又没有接触过的一些知识 比如像BJP这样的外部网关协议 第二点就是NP CCNP里面的知识 都是从报文从数据包的角度 去讲述一些问题去分析问题的 所以今天呢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 IP报文的它的具体的一个格式 你只要明白了这个格式 知道了它各个部分是干什么的 那在给你一个数据包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自己去分析它 去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信息 好 那么我们正式的开始来看一下这样一个IP的报文格式 首先第一部分 是它最上面的这一块 从0 15 16到这个31 这个呢是指它的长度 以位为单位 然后呢实际的第一部分 四位版本 这个指的是什么 它指的是这个IP报文的版本 一般来说是IPv4 当然如果你看到是这样的一个 报文格式的一个报文 它肯定就是一个IPv4的报文 其实IPv4这种 这种IP的版本 在日渐的被淘汰 它是当 它当年非常具有优越性 但是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 它的局限性也体现出来了 有一个很重要的局限点 就是它的IP地址比较少 所以呢 在后来提出了IPv6这种版本 来解决这个问题 IPv6的版本 它的原地址和目的地址 都是128位的 所以你只要看到说 这儿的这个地址是32位的 那它肯定就是IPv4的一个版本 然后看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四位的首部长度 这个首部长度 它所指的是从 这个版本开始 一直到选项 结束 这块数据的这个长度 而不是说这个数据包中 实际数据的长度 这块是不包括的 所以呢 这个首部长度 它的范围 是从20字节 是固定的 头部这个固定的20字节 到60字节 这60字节之所以会有 40字节的变动 是因为这个选项 它的长度是不定的 而且有或者没有 都是可以的 之后 八位的服务类型 这个服务类型 大家只要记住说 有这样一块东西就好 它的用处并不是很大 有的书上呢 也把它称之为区分服务 DS 接下来是16位的总长度 这个16位的总长度 就是说这个数据包的真正的总长度了 它是包括数据部分的长度的 后面呢 是16位的标识 还有三位的标志 13位的偏偏一 这三部分呢 我向大家一起讲述 首先呢 我们要说一个 说两个很重要的名词 第一个名词 叫做MTU 这个名词 MTU 是什么呢 最大传输的 最大传输单元 它是一个限制 限制说 你这个数据包的长度 是多少的 一般情况下 它是跟这个总长度要挂钩的 这个总长度 不能超过这个 你设定的MTU 如果要设定的话 这时候 你就必须要分片 分片是第二个 很重要的名词 这个名词的意思就是说 将当你的数据 长度超过MTU的时候 你的数据包 会被分成几部分 这个过程就会分片 所以呢 你在你的发送端 是要 这个超长的数据包 分片 但是你在你的接收端 接收一方 你也一定要 重新把它组装起来 这样你才能够去 获得一个完整的数据 读出你想要的东西 这个时候 组装的时候呢 就需要利用到下面 这三个部分了 16位的标志 3位标志 和13位的偏偏1 首先来看这个 三位标志 这三位标志 是干什么的 三位标志 它一共就三位 最高一位是没有用的 中间那一位 和最低那一位 这两位是有用 中间的那一位 是 DF DF等于0的时候 才允许分片 就是说 如果说DF等于1 那么说你这个数据包 就不就不被允许分片 然后呢 最后一位 MF 这一位呢 当它等于1的时候 是说 它之后 还有分片 也就是说 最后一个分片 它的MF等于0 表示它已经是分片 最后一部分了 然后呢 是这个16位的标识 16位的标识 是什么的 首先来说一下 在这个IP软件中 它会 有一种功能 在这个存储器之中 维持一个技术器 没产生一个数据包 或者说 没产生一个数据包 这个技术器 就加1 它的数值加1 然后呢 将这个数值 赋予这个16位的标识 在这儿 但是大家一定要 记住 它这个16位标识 并不是一个序号 虽然它也是根据 这个数据包的产生 而依次累加的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序号 一定要记清这一点 为什么 首先 大家一定要 时刻记住 这是一个IP报文 既然它是一个IP报文 那它就是一个第三层的报文 第三层报文 网络层报文 网络层报文 都是不可靠传输 可靠传输是什么 前面说过 只有TCP传输 才是可靠的传输 其余的 一层的物理层的 二层的 三层的 这些都是不可靠的 可靠只取决于 传输层 你使用的是TCP协议 既然它是不可靠的 所以 它就没有序号的一说 它只是一个标识 它的作用是什么 它的作用 是当你在 接收方 组装各个部分的 这个片子 分片的时候 将它重新整合起来 既然你分片了 那每一片和每一片又不一样 你怎么知道它们是同一个数据 同一个数据包分片分成的呢 这时候就需要这个十六位标识了 当这个数据包产生的时候 它的十六位标识就是一个固定的了 它分片之后 它们头部信息都是一样的 当然这个MF和DF可能会不一样 就是说 它们每一位这个十六位标识都是一样的 既然十六位标识 它们是一样的 那就是它们就是一个 就曾经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数据 之后被分片了 所以这个就是用来组装的时候用的 这个十三位片名仪呢 也是在组装的时候需要用到的 它既然说是同一个分片 需要是同一个数据的分片 需要组装 那组装的这个顺序是什么 又如何去决定 这时候就要用到这个片片移 这个片片移 这个片移 它指的是相对于数据 数据头部的这个片移量 就是说从这之后这个片分的片 相较于这个数据头部 片移了多少 之后只要依照这个顺序 就能够去把它重新组装了 起来读出这个完整的数据 这就是这三部分的一个主要的作用 之后呢 是这个八位的生存时间 这个八位的生存时间 TTL 它是干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表示的是 这个数据包 在这个网络之中的寿命 因为数据包在网络之中 是不可能无限存在的 这样会非常消耗资源 对资源的占用 以及损耗是非常高的 在早期这个TTL的 它的单位是一秒为单位的 但是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 大家的PC机处理能力都这么强了 路由器以及网络中 传输数据的这个速率 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呢 这个TTL再以时间为单位 再以秒为单位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 现在的这个TTL 它的单位是以跳数 所谓跳数 在前面像大家讲过 就是说经过跨越路由器的台数 就是这个跳数 以这个跳数为单位了 现在已经是 后面是这个八位协议 这个八位协议是说的什么 是指的是 这个IP报文里面的IP数据 这个IP数据 它使用的是 不能说是IP数据 这个数据 它使用的是什么协议 它有可能是使用的是IP协议 有可能是TCP协议 有可能是IPv6 也有可能是OSPF 等等等等 这样都有可能 这时候呢 它会对应一个 有一个相对应的数字 来表示是某种协议 比如IP协议 对应的是4 TCP协议 对应的是6 UDP协议 对应的是17 OSPF协议 对应是89 等等等等这些 其余还有一些像 SMP HMP这些 也比较重要的一些数字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如果要有兴趣的话 然后呢 是16位的这个首部教验盒 这个东西 其实大家只要简单了解一下就好 这个首部教验盒 它是用来检验你的IP报纹 是否完整 有没有被人更改过 它的作用就是这个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说 在这个网络层的这个检查里面 它跟传输层 还有这个数据链路层 它的检查是不一样的 它检查的时候 只检查这个IP报纹的首部 就是说它是不会检查到 这个数据又不发生错误 它只检验上面就好 这个时候呢 它采用的不是那种 CRC这种教验方式 所以它也不是说 FCS真伪教验序列 那个东西 希望大家不要搞混 跟它 之后呢 就是这个32位的原地 原IP和32位的目的IP 这个东西呢 它指的相当于两个门门号 标志的是 在逻辑网络之中 两台主机的位置 你的目的地是多少 你的出发地点是多少 仅此而已 关于IP地址的一些详细的一些格式 以及分类等等等等 我们在下一次 会向大家详细讲述 好的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谢谢大家的观客 谢谢大家的观客